Smart投資教室 上課囉 我是悠悠 今年以來投資市場波動大 如果買錯東西晚上都睡不好 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 有一個遛狗理論 今年到底要投資什麼東西 才能夠當市場的主人 穩穩的往右上走 而不用擔心被小狗牽著跑呢 相信大家都聽過 ESG 為什麼要投資它 現在是進場的時機嗎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 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主管 陳碩存 Tony 來跟我們分享現在的投資大趨勢 我們歡迎 Tony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投資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課 責股跟責實 責股以前指的是選擇一間公司來投資 但現在我們可以透過基金 選擇一籃子的標的 好處是可以降低投資個股的風險 而這一籃子的標的 現在可以關注什麼主題呢 好的其實這一兩年呢 有非常多的一個投資主題 我們常常在市場上聽到 包括電動車碳權或碳中和 那這些投資主題聽起來五花八門琳琅滿目 但是它最終其實都集中在一個事情上面 就是所謂的地球永續經營 那在投資上呢就是大家常常在說的 這個所謂的ESG投資的主題 但是 Tony 因為ESG聽起來是有點模糊的 可以請你幫我們解釋或舉例嗎 好的沒有問題喔 那一般的傳統投資其實投資人 往往只會注意到被投資公司的 這些傳統財務數字喔 例如說像是 EPS 每股盈餘喔 那ESG投資它除了 連同傳統的企業投資的財務因子 一同評估之外呢 所謂的ESG是還納入了環境 社會還有公司治理的這些 投資責任的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投資人在投資的時候 會考量到四個面向喔 好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有很多的大型企業 它其實都已經開始紛紛響應 ESG的一個投資的原則喔 例如說像大型的可樂製造商 它的目標就是在 2025 年之前 它要達到初級包裝 100% 可以回收這樣子的一個目標喔 另外像現在夏天越來越熱喔 那家家戶戶都必須要有冷氣喔 但是冷煤其實會造成整個溫室效應 越來越嚴重喔 那有一間知名的空調公司 它其實研發了新型的冷煤喔 讓我們這個 所謂的冷煤減少 這個碳的排放喔 非常的非常的有效率喔 那更不用說像是 部分的電動車的一些企業喔 他們可以讓我們 可以減少石油的一個用量喔 整體來看 越來越多的企業 重視降低碳排放 所以會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 我們可以說低碳投資 是ESG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嗎 好的 沒錯 悠悠喔 這個低碳投資可以說是 ESG當中最進階的一個版本喔 因為沒有永續的地球 就不會有人類文明的一個存在喔 那目前地球正受到 溫室效應嚴重的一個威脅喔 所以減碳目前是 人類投資的第一藥物喔 那另外其實我們也發現到 有很多碳排放量比較低的企業 基本上他們的ESG評分相對來講 都是比較高的喔 是 Tony 但是我們很關心地球 但是很多投資人 還是很關心他們的核包 所以我們這邊要請教Tony 過去ESG或是低碳相關的投資 他們在績效表現上的狀況如何呢 好的 其實低碳投資是比大家想像的 還來得要出色喔 如果我們從風險跟報酬上的表現來看的話 以過去五年來觀察喔 我們發現 ESG程度比較高的低碳ETF 可以帶來比一般股票 以及ESG指數更高的一個報酬 比較低的一個波動 以及更高的下普值喔 投資的效率可以說是非常好的 對投資人是有正面幫助的喔 我們看到過去的績效表現確實不錯 但是未來呢 這個趨勢有什麼樣的投資成長力道呢 好的 那在未來各個國家可能會以科徵碳稅 或者是需要碳權交易喔 來去獲得排碳的權利喔 排碳會在未來會成為一個特權 那而且是需要付出這個代價 有貨幣價值的一個部分喔 那所以說企業在營運的過程當中 如果可以減少排碳 基本上就會有助於減少成本喔 那所以說低碳的企業在未來的大趨勢之下 相對來講都會比較有利喔 那而且比較不會有對於環境相關的這些所謂的法律訴訟的一個風險喔 那而且相對來講這些都是所謂的大型籃籌的企業喔 他們的營收跟財務相對來講都是比較穩定的喔 所以才有預算可以去做這些減碳相關投資的資本支出喔 那更重要的是呢 有很多的這個法人投資機構 包括大型的主權基金跟退休基金喔 那都把這些ESG評分比較高的企業 當作非投不可的這個對象喔 所以說這些企業可以說是 有基本面有資金面 又有未來減碳法規的一個支持喔 所以他們的後世相對來講是非常看好的 那簡單來講人類在2050年之前要達到全球的一個 投資方向的一個確立 我在這邊引用一個華爾街日報的一個這個數據喔 專家學者預估在2050年之前必須要投入大概100兆到150兆美元的一個資金喔 才能達到碳中和的目標 那100兆到150兆美元大概的數字是多大呢 我給大家這邊舉一個例子喔 美國是世界最強的經濟強權 它一年的GDP產值大概也才是20兆美金左右喔 所以你說你說這個商機大不大 這樣聽起來呢 ESG跟低碳等等 在全球有公式的一個狀況下 長線的投資趨勢是確立的 可是今年以來市場這麼的波動 有什麼樣的契機或是策略可以提供給投資人呢 好的剛剛又又有提到喔 投資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一個事情就是折股 第二個事情就是折食 那對投資人來講 要選擇出有潛力的個股 其實並不容易喔 你必須要花費很多的時間 光是財務分析的這個數據 就會讓你非常頭痛了 如果再加上沒有一個嚴謹去篩選 低碳企業的一個機制的話 非常有可能買到這些所謂的漂綠的企業喔 那最後往往可能就是賠了荷包又傷了地球喔 那至於說折食又是更有挑戰的事情了 如果說你沒有像股神巴菲特 這樣子的一個投資的敏銳度 還有長線投資的眼光喔 最後投資人往往都是弱的被上衝下襲 狼狽的逃出了這個投資市場 所以建議各位投資人可以利用 組合式基金具分散的一個優勢喔 來去參與低碳的這個永續的一個投資主題 的一個這樣的成長契機喔 舉例來講 像是瑞銀投信在10月24號上市募集的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基金喔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的一個標的 因為這場基金呢 它預計會投資在12檔到15檔的低碳的ETF喔 那等於說是連結到了超過4000檔的低碳股票 或者是低碳債券喔 那至於說擇時 那因為整個投資的長線是確立的喔 所以現在在目前的市場震盪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現在就是一個進場的時間點喔 那就像是主人去遛狗狗 不是去狗是去遛主人喔 那我們要關心的是 其實是主人的一個前進的方向 也就是大趨勢的一個方向喔 那主人呢才能更悠閒的享受美好的一個時光 而不是被這個狗遛一般喔 被被動的被市場牽著走喔 可是Tony 投資人其實還是會很擔心就是小狗往下跑得太遠 所以在投資上有沒有什麼樣的機制 或是我們可以去控制風險啊 避免因為小狗很充值狀而受傷呢 好的 這個我當然建議主人要有一個好控制僵繩的這樣的一個技巧喔 那同時還要下好指令喔 那投資也一樣 控制僵繩的技巧就很像是適當的資產配置的一個這個動作喔 那在市場向下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抓緊僵繩喔 這就像是去適當的減少風險性資產的配置喔 另外當狗狗太興奮的時候 狗狗開始亂跑的時候呢 主人必須要去下達一個明確的指令喔 這就像是控制投資組合的波動度一樣喔 那這樣子雙管齊下投資才會有效果喔 這樣聽起來好像非常的理論喔 那我就用瑞銀全球永續組合的基金例子來為各位做說明喔 這檔基金的資產配置是運用我們瑞銀集團 為高資產客戶量身訂做 結合長短期金融市場的一個資產配置的一個旗艦模式喔 為國內的投資人打造一套有效率的資產配置的一個模型喔 那瑞銀集團是有經驗的主人 我們經歷過各式各樣的市場周期還有考驗喔 那基本上我們都經歷過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市場的一個洗禮喔 那另外我們以特有的這個電腦模組 來為各位做一個投資組合波動度的一個管控喔 基本上我們會把投資組合的布局 隨著市場的變化以風險 也就是控制波動度喔 來作為這個優先的考量 那這一套這個資產配置的模型 往往都是我們以前為海外市場銀行客戶所專門量身訂做的喔 那這一次我們把它原汁原味的帶來台灣 我們希望投資人可以用比較小的金額 一樣的可以去享受這個投資大戶的尊榮領域喔 那甚至投資人還可以定期定額的進場喔 不用擔心買在高點 因為我們投資風險控管的這個動作是每天在做進行的喔 那而且低碳投資是一個長線的一個投資趨勢喔 所以說買得巧不如買得早 謝謝Tony 因為ESG在聚焦 投資全球的低碳趨勢 這樣聽起來投資人士有機會可以用更低的波動 賺到更高的報酬 而且剛剛聽Tony分享 已經有許多的法人 將這方面的投資列為必備名單 我們可以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耐心長期的跟著市場一起成長 感謝Tony今天跟我們分享這麼棒的投資趨勢 Smart投資教室 下課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應享有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